最近爱上了王若丹在《消失的爱人》里的妆容 干净又不失气质 在这里呢,我会用开架式的彩妆品来完成这一次的妆 适合初学者与小姿女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要插上保湿型的primer 为了要打造王若丹在系里充满光泽感的底妆 为皮肤做好保湿步骤很重要哦 这次primer真的很好用 可是在KL很难买到了 粉底液我用的是Bordere Saltimix Foundation 用手指轻轻的点在脸上 然后再用手指轻轻拍开 均匀擦在前面 这次粉底液的保湿度还蛮不错 推荐给干性皮肤 看到那光泽度吗 好,concealer的时候了 我通常都会把concealer放在手背上 然后再用手指沾去 并一层一层按压式的推开 然后呢,可以在想要提亮的地方加强 比如下巴 点点点点 还有鼻子上方 然后呢,我会用着海绵 在我底妆上轻轻的按一次 尤其是容易出油和脱妆的地方 这样可以让底妆更贴近 这样可以让底妆更贴近 看到那个光泽感吗 超爱的 好,是时候上粉了 为了保持脸上的光泽感 粉的用量千万不要用太多 只要上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比如额头 鼻子 还有眼睛 周围 然后呢,再用剩余的粉 稍微在眼颊带过就好 眉毛方面呢 网络单在系里的眉型是一字的 所以这次要画的是紫眉 可以在眉画出outline 这样可以方便你描绘眉眉型 然后再轻轻的把里面的空隙给填补 一定要保持直线哦 然后把眉毛刷开来 再用刻登拜以直线拉直 我会再用眉粉画在眉头来营造渐层感 这样眉毛看起来会比较自然 然后呢,再用浅色的 眉毛看起来会比较自然 最后就是要插上染眉膏 顺着眉毛的方向刷开 这样完成 为了打造干净的眼妆 我会用浅色的眼影打底 上在整个眼窝 然后呢,再用剩一号的颜色 加强在眼窗眼皮折尾部 眼线方面呢,我用的是眼线胶 利用眼线把眼睫毛根部给填满 画出细细的眼线 千万不要画太厚哦 也尽量不要画外眼线 然后不要忘了眼头 眼里不需要特意拉长 王后的眼妆的重点 是他超级卷翘的睫毛 所以一定一定要把睫毛夹翘 前段、中段和后段都不可放过哦 眼睫毛膏 眼睫毛膏在纸巾上擦掉多余的 然后再擦在眼睫毛上 这样就可以刷出根根分明的睫毛 才不容易结块或过黑 腮红呢 我用的是Holica Holica 把它上在苹果肌的地方 下方 记得不要画超过鼻子下方 要不然会看起来下垂哦 好喜欢这个颜色 想要打着像王乐蛋 这样的瘦脸 一定要修容 可以上在颧骨下方的位置 还有额头两侧 还有额头两侧 有看到差别吗 终于到最后了 我会先用肤色的唇膏打底 缅一缅 再用亮色的口红 上在嘴唇内侧 然后用手指 把它按开来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final look 个人觉得呢 这个妆很适合来当日常妆 而且步骤也很简单 希望这次的分享大家喜欢咯 我们下次见 Oops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哦 Bye